紫菜和虾皮炒的花生米你吃过吗 夏天喝啤酒来一盘花生米 妥妥的下韭菜 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分享 紫菜花生米的做法 把紫菜撕成小块放入锅内 开小火慢烘烤它 等紫菜有紫色变色绿色之后 这个时候的紫菜是脆脆的 用手将紫菜一边掰一边搓 把紫菜做成碎木状 随后我们就倒入虾皮 继续用小火慢烘烤 烤到虾皮也变得酥酥脆脆的 就可以关火备用了 倒入一小勺的油 放入花生米炒制 炒花生米的时候啊 花生米会炸裂 等花生米不怎么炸裂的时候 就往花生米锅内 倒入一点点的白酒 翻炒均匀 等白酒挥发完就好了 倒入炒好的紫米碎和虾皮 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一点点的盐巴炒匀 这道紫菜虾皮脆花生就做好了 等它晾凉以后啊 特别的香脆 喜欢吃花生你的朋友 快试试这种做法吧